但是有某位哥哥不要再代替我發聲了 我相信你是好意 但不管你聽到了什麼都沒有重生過我本人 我們私底下也都沒有聯絡過 你有什麼權利去自認為或是自以為是的 幫任何你認為是受害者的人發聲 我覺得教堂哥哥就是四個字 你太想要流量了 你太想要被關注了 教堂哥哥在黃紫嬌這件事情也跑出來蹭 簡單說就是Apple他發了一個限動 然後教堂哥哥他就自己幫他對號入座說 認為Apple就是在講黃紫嬌 然後就是在罵黃紫嬌 然後就幫他跟記者講這樣子 然後他發文的內容是講說 當事人公開說媒體也報導過了 那我就把媒體朋友那邊知道的說出來 Apple曾發文說過 15歲參加雜誌舉辦的模特兒爭權活動 被逼全裸試鏡檢查身體有無發痕 對方甚至當面評論他的身體 然後當時試鏡時 Apple說要求他全裸的人就是黃紫嬌本人 他只有15歲 然後Apple又發了一個限動說 他知道教堂哥哥是為他好 但希望教堂哥哥不要公開幫他發聲 他從來沒有特別指明說他在講誰 教堂哥哥你在幹嘛 我覺得教堂哥哥就是四個字 找我入魔 因為教堂哥哥以前也是我朋友 以前我認識他說他是一個 就是腦不好但是是正常的人 雖然我本身對腦不好的人過敏 但是如果腦不好的人 他呈現出來的感覺是 他願意讀書 他願意學習 我向來都相信 人是有教化的可能 每個人只要跟我說 你願意學習 我都會有教無類的 希望能夠幫助你 我就是現代的孔夫子 在這兒 都不在 glued 如果你也是 家人四個字 你不在身邊 那我真的會找你的 你不在身邊 你不在身邊 我才希望你不在身邊